哈喽 欢迎来到新一期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南大门米糕 所以今天是诺基基的一期哦 然后今天喝的是一点点我最爱的单品 四季奶清加波吧 我觉得一点点的四季奶清奶香味很重 就不加糖的话也觉得它刚刚好 那我们抓紧开始今天的测评 首先我想先来吃这个打糕 虽然他们家是卖米糕的 但是诺基基星人当然要先从打糕开始 我就不把它端起来了 我这个要的是双拼红豆和红枣的双拼 这个是直接用微波炉盯了两分钟 我觉得好神奇啊 这个跟我之前吃的年糕不太一样 我之前吃的年糕虽然也是年糕 但是吃到后半部分会是那种比较面粉的味道 这个吃到后面是很滑嫩的感觉 我感觉它会有一点韧啾啾的 而且整个的甜度都是来自于红枣 没有其他额外的甜度 我喜欢它这种韧啾啾的感觉 到最后它会很滑嫩并不是那种面粉味 很Q弹 它中间其实是加了一层黄色的东西的 没有吃出来试试 但是我刚才好像吃到了一个豆子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红豆里面带进去了 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粘牙了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很天然健康原始的味道吧 但是又会比我之前吃的那种年糕 更韧Q滑嫩一点 再尝一下红豆的 我看到了它这个酱里面好像是有包这种黑豆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加热有一会儿了 所以它现在感觉会比刚才硬一些 是红豆清甜的那种味道 中间这个加的黄色的酱 我没有尝出来试什么 我觉得会有一点果味 不知道试什么 这个上面的红豆会有一点点干 我觉得相比之下那个红枣会更好吃一点 因为红枣里面它蒸熟之后是很湿软的那种 这个红豆的话会有一点干 不过这个红豆的好像还另外加了黑豆在里面 这个真的一定要加热完立刻吃 因为它不仅可以看到拉丝的状态 而且整个的口感也是更柔软的 红豆的也不甜 所以总体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健康的年糕食品 一点点的波霸太好吃了 又大又Q 我们赶紧来尝一下米糕 我担心它一会儿凉了也不好吃了 这个米糕我要的是一个全家福 一共是有四个口味 他们家最经典的是那个桂花的 它这一块还挺厚实的 上面是撒了桂花酱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吃他们家的米糕 好神奇 就很Q的那种米糕 好吃 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高高的味道 但就真的很Q 然后整体很湿软 一点都不噎人 但说实话没太尝出来桂花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那个太厚实了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加馅的 就上面淋了一点这个桂花酱 口感上我很喜欢 而且甜度很低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这都是叫什么 我只认识那个桂花糕 这个是我没有加热过的 然后这个是我加热过的 加热之后它就会更蓬松一些 那种没加热的我也不替大家试了 因为真的特别干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热再吃的 它这个的中间是有一点加馅的 我觉得可能是枣子的 是红枣的 中间会加一点这个枣泥 这个枣泥看起来也是自己蒸熟的枣 然后压碎的那种泥 上面就是清甜的米香 然后中间是加一点这个红枣味 而且整体的甜度也很低 我觉得这个糯鸡鸡的口感甚至比这个年糕的糯鸡鸡更让人觉得有幸福感 因为它真的就是那种很韧很Q的 像在吃QQ糖一样 之前我吃的头一号那个桂花发糕还是桂花拉糕 就是它也是会韧啾啾的 但是没有这个那么的Q 这个是黑米的 可能是黑米桂花吧 因为上面只看到一点桂花酱中间是没有加馅的 这个好香 就是很浓郁的那种黑米的味道 这个的甜度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这个吃起来会比刚才那两个更有米香味 就那种韧QQ 但是你仔细嚼的话还可以嚼到一点米的那种颗粒 哇好好吃啊 韩国主食都这么好吃了吗 这个的话会比刚才那两个稍微欠缺那么一点Q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种黑米香 不过这个也不怎么能吃出来桂花的味道 除非你就专门去舔上面的桂花酱吃 那我们来试一下米高家族的最后一个选手 这个是红豆的吗 嗯应该是红豆的 上面是粘了一点这个桂花 中间是有红豆的加馅 这个红豆是那种特别清甜的红豆 单吃红豆粒的话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甜 但是感觉它都不是红豆 就是那种赤小豆 一整个吃的话还是觉得甜度很低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就是糯米然后打成了面制作的 因为不然它不可能这么的黏糯 但是就是很健康 而且我刚才吃这四个也不觉得一口感很棒 我觉得如果大家第一次买的话可以买这种全家服务 然后之后买的话就可以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个了 我个人的话会更喜欢这个黑米的 就像我喜欢吃黑米粽子一样 那接下来就来品尝我今天最期待的两个单品 先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酸奶大福 这个闻起来就是那种特别浓郁的乳酸菌的味道 它简直太黏糯了 刚吃到嘴巴里面是满满的椰蓉 然后就是糯米混杂着酸奶酪的味道 不过这个酸度其实挺高的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 我直接这样吃的话 其实是看不到它里面内馅有多少 但是一整个吃下去 嘴巴里面全都是乳酸菌的味道 它有点像酸奶冰淇淋我觉得 就那种冻冻的感觉 这个的外皮会比这个年糕更柔软一些 就真的是滑嫩柔软 其实椰蓉的味道没有很多 只是你能吃出来它是外面沾了椰子那种颗粒感 不过没什么椰子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超市卖那种成包的汤圆麻 糯米糍那种 这个就是会比那个更软嫩顺滑一些 Q弹程度可能差不太多 而且它这个是每天现做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新鲜的 不过这种粘食吃多了 有一个通命就是会有一点腻 它这个总体还是一个酸度甜度很低 那我们来试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奥利奥爆姜可可 是外面沾了一层厚实的可可粉 刚才这三款的话是随买随有 然后这个的话是现点现做 不过做起来也挺快的 就是现成的食材包起来嘛 我刚才把它漆开了一下 这个好像就是奥利奥 然后这些就是巧克力 我觉得爆姜谈不上 但是内馅真的看起来很多 哇塞 满满的都是奥利奥饼干碎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饼干碎磨得特别细 就是那种粉粉在里面 这个是今天甜度最高的 但是也是最好吃的 它外面的可可粉其实没什么味道 也没有苦味 应该就是普通的一种烘焙可可粉 里面这一小坨这个巧克力酱的话 是有一点高了高的味道 甜度也比较适中吧算 中间这个由奥利奥饼干片 组成的饼干泥 真的就是奥利奥的味道 甜度会稍微有一点高 它的外皮也是那种很软滑的糯米皮 在这个尾部其实会有一点偏多 这个皮 馅儿很多的地方就很好吃 但是在尾部皮有点多的地方会觉得有一点噎 而且这个可可粉没有什么味道 我刚才没人住又切了半个 所以还是要适量糯米吃多了容易基石 今天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有惊艳到我的是这两款创新型糯米糍 但是其实如果让我推荐或者说以后我会回购的话 我会更倾向于这个米糕 就是那种很清新原始的米香味 然后又是糯饥饥的 我个人觉得会更耐吃一些 这两款的话尝鲜还可以 但是再次回购的话我可能不会 至于这个切糕的话 我觉得无功无过吧 虽然它会比其他的那种年糕更软Q一些 但是装门去回购我可能还不至于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要记得关注和三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